因这个火的系列更新讲完了 所以总结一下 首先这个假虚一害啊 最后我们说完虚是火库 说错了 这个代表文明之库 木火主文主这个 比如说教育啊等等 然后呢 假虚一害山头火 假虚就是火山对不对 多像 然后一害你看这是水 这就是岩浆 我们从这个 这个假虚一丑海中金开始 这个 还有别的规律 所以要总结相对的这个 沙中金就是一个在水里 一个在地上是吧 或者在一个家地下一个地上 那么这个 平行丁某 这个人银鬼某 就是人民币 跟这个 呃 剑锋金 宝剑 一个文一个武 这个因为圣火 这个打仗 打仗 然后 更臣心寺 这个是 白蜡金 可塑 回炉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 这个拆穿金是硬的 一软一硬 都是一阴一阳 一天一地 一杠一柔 等等 然后什么规律呢 就是这个甲子一丑啊 我们就从这儿数啊 到了这个 怎么让它变成金 人银规模也叫金 所以它这个设计 也跟我们哥巴圣子一样 天干退两位 或者叫退一位 甲乙 人鬼 甲乙 是吧 到过来 那么这个 呃 就是这个 宝藏金呢 有人说淘金呢 都会用于这个 货币交易 人民币嘛 然后 这个多余的呢 重新这个 锻造 这个 熔炼之后 干什么用呢 就变成沙中金 变成这种 用于这个 能源呢 矿业呀 它的生产物 这个比如说 剑锋 宝剑 在古代游戏啊 这种现象 是更合理的 那么经常这样啊 就是 锻造出来这种 食物 实际的 产品出来了 然后呢 有多余的呢 再修修点点 变成装饰金 拆穿金也叫 首饰金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首饰呢 时间长了 这个男人 外来女人 到最后 这个 收藏 留下过滚 也叫 海中金 那么再说 火的 火的屋子极丑呢 呃 然后 这个火种啊 地下的一个火种 然后到了人间 呃 兵一丁某 这样 呃 去用 然后呢 呃 就是多余的呢 他就是 呃 就是 放个孔明灯啊 烧香 拜一拜啊 呃 有信奉就是搞搞搞艺术了 那么就到天上了 是吧 嗯 就佛灯啊 什么 天上呢 他掉下来了 啊 掉下来 就直接到 叫到山下火 因为火 他是往上沿的 他一掉下来 这个时候 他就直接掉底下来了 我们只要这样去议会啊 那么山下又烧到山头 那这山头呢 这火山一爆发 反正就像这个霹雳的这个 那音吧 呃 火的东西实在牵强 大家担待一下 呃 这个也是相对的啊 这个 呃 炉中火 跟这个山下火 一个在人间 一个在夜 那么这个 佛灯火呢 跟这个山头火呢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更细致的 大家自己去想 这个霹雳火 也是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这个 一杠一揉 有的时候你在天上的 反而就揉 慢慢的 升啊 照啊 这个地下的就一下 实际上 肯定是天上的更刚 啊 这个东西 他不一定啊 这个相对论啊 就是中国 讲这个异样 早在 比谁都早 是吧 这个讲的最好 我们下节继续 我们下节说